我俩结婚快六年 我跟着她基本没想过什么福 她现在对我的态度还越来越冷淡 我知道嫁给我委屈她了 但现在也属于我们的奋斗期 她总是埋怨我 我们结婚什么都没有 我没嫌弃她 这些年来陪着她到处打工 吃苦受累没有一句谚言 可她却越来越不拿我当一回事 我觉得我没有变 结婚不就是柴米油盐 现在我们算有老下有小 压力也很大 可她从来不理解我 她之前做生意失败赔了钱 我没有说过她一句不是 可她现在拿我当空气一样 我觉得我就像个不要钱的保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齐先生29岁来自安徽司机 女嘉宾张女士29岁来自安徽工人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啊 据说是小学同学 对 初中还是吗 是的 高中还是吗 高中不是的 高中不是了 但是又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这是咋回事啊 我们是一个村子的 是提亲是吧 对对对 现在结婚六年了 结婚六年了 不挺好吗 几个娃娜 两个一男一女 大的多大啊 大来五六岁 二的呢 两三岁了 这都挺好的嘛 反正就是结婚五六年了嘛 然后她结婚的时候 又没车又没房 然后什么都没有 我就嫁给了她 主要是就是看着她也蛮老实的嘛 因为毕竟是也是小学同学 初中也是同学嘛 觉得她这个人蛮老实的 对 然后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嘛 然后遇到一个花店嘛 然后她就帮我买了一束花 送给了我 然后我就觉得 她有点小浪漫呢 那时候觉得也蛮好的 就挺喜欢她的 是这意思吧 对 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嘛 就一个月之后 我俩就一块去了宁波打工嘛 然后条件虽然很辛苦 但我觉得 只要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努力嘛 然后也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嘛 是不是当时还觉得挺幸福的 当时我觉得蛮幸福的 就是她回来的时候 还给我做饭 还给我洗衣服 什么都不用我弄 对 所以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疼爱 会让女人很有幸福感 虽然条件很苦对吧 对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呢 就我们结婚之后 一年多左右嘛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宝嘛 还是带着大宝一起出去打工 还是就开始分开了 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回来了 然后她就是等我生了宝宝的时候 她就回来了六七天 那时候公司里面比较忙 那请假也不好请 所以你很难受是吧 她家部还有一个奶奶嘛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在那上学 然后我还要照顾她大宝 然后还要照顾她家里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蛮辛苦的 是不容易 有人帮你带宝宝吗 然后她爸妈那时候 也就是出门打工了嘛 公公婆婆也不在 对 然后也没在 你还得管她弟弟 对 她弟弟回来的时候 还要弄下她弟弟 然后我就觉得 都没有一个资心的人 跟我就是搭话嘛 然后帮我的一下忙忙 就那样子 太累了 对 那个时候等于就长期的 两地分居是吗 分居了一年多嘛 就一个人把宝宝那么小 一直带到一岁多 是 然后她又回来了 后来呢 然后就有了二宝嘛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 我也不知道嘛 就是那个二宝 就是无意间来到这里嘛 但我想想 一定是自己的小孩嘛 然后我就说 给她生下来嘛 那时候她觉得 不要生二宝 她不想要二宝 对 她不想 你要带个小孩 压力多大呀 你也没带 你自己在外面 一年多全是老婆自己 一个人撑起了一片天 还压力大 她不想要是吧 对 她不想要 你坚持的 毕竟是自己的宝宝嘛 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嘛 我觉得如果不要的话 然后我觉得这个做母亲 肯定也有点失败嘛 对不对 就要了 然后就生下来嘛 生下来之后呢 还是两地分居 对 生下来之后 我跟她商量嘛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又要带大宝 又要带小宝 然后就跟她打电话商量嘛 我说要不你回来吧 回没回啊 回来了 这就对了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说你上我爸那帮忙嘛 我爸也是做生意的嘛 因为你也没找到什么工作嘛 好的工作 对不对 我就说你上我爸那帮忙 钱虽然少了点 但你能跟我在一块儿 然后我觉得就蛮幸福的 对吧 然后谁知道 他在我爸那干了两个月嘛 然后就跟同村的一个同学嘛 然后跟他一块儿 搞了一个养鸡室 挺好 养鸡 他一个人就出去在那里 忙他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照顾不到家里 这是干啥啊 男人不要有自己的事业嘛 得到这个岁数 我还是觉得男人事业很重要的 再大一大你会觉得 宝宝可能是最大的事业呢 反正就是他就忙机场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就忙着生宝宝 对 那天天回家吗 还是就住在机场啊 反正也回来 但是回来得比较晚 他就忙他自己的事情 每天白天的时候 我还要看着大宝 还要照顾到小孩 他的喂奶嘛什么的 那你那会儿大宝也就两岁多是吧 对 两岁多 还要我自己弄 然后小孩哭了呢 我还要哄一下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